华如玉带走的那批年轻人太像当年的他们,他们能明白,华卿让他儿子将人带走的意图,城前一拳头击在他胸膛上,语气质地有声。 老话说得对,我们都要活着回去,我们都不年轻了,家里老的老,小的小,离了我们,谁还能给他们撑腰杆子?活着,一定要活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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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着。 话如初,默默看着被围在中间的爹爹,头一次发现,他爹比一年前他出嫁时要老了,也可能是因为他这不孝女,受着长途奔波之苦折磨的。 算算年纪,爹明明还不足五十,却再不见锐气。 十多年前,爹爹是跳着脚地拿起剑就走,忘了家里年幼的孩子,忘了有孕的妻子。 那时候,多意气风发呀,听其他人数度说起爹爹在战场上有多勇往直前,他固然是佩服的。 可那些英雄事迹,如何彼得看到爹爹血淋淋地被抬回来时的触目惊心? 这次,他依旧来了,却记得了自己对家的责任。 他喜欢英雄爹爹,可更爱眼前这个欠大家惜命,看似胆小了的爹爹。 其右还以为他是在为不能亲自上阵难过,起了个话题想拉开他的心思。 我们合计合计,看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。 有,话如初眼下心里翻涌的情绪,看向其右,道。 我刚刚才发现,我们做了这么多准备,却忘了让大家将武器换成统一的了。 没有哪个普通士兵会有那种消体如泥的利剑宝刀。 侧耳,听着前方杂乱的呼喝惨叫声,其右凝眉。 已经迟了。 不用再担心泄露行踪,话如初站起身,往前走了几步,看着前方斗成一团的人影。 沉默片刻后,回头。 齐南,云书,夏妍。 小子在。 碧子在。 除东飞和江宇留下,其他人分成三队,你们各带一队参与进去,放开手脚,大干一场吧。 是。 三人领命,转身就要去分派人手,就又听到小姐道。 将前面的情况摸清后,回来一个人告诉我。 是。 山峰上只剩下四人。 江宇和东飞将自己的金针都拿出来,一一过目。 确定没有问题后,又看自己身上所带的药丸,尽量做到心中有数。 免得要用时,还得手忙脚乱去翻找。 其右移了个位置,挡住风口,轻声吻。 如初,你打算…… 话如初看他,眼神晦涩。 你不是也这么想的吗? 要是能吃下,这些人必须全部吃下。 不然,所有的准备就白做了,就因为一出书了。 低下头,后面的一句话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 真不甘心,我并不想多遭杀孽。 要是可以,只要不是杀人上瘾的魔头,谁想杀孽缠身。 一辈子为善,也要被一次杀心毁了所有功德。 两人都不想让沉默蔓延。 可是,两个人都不知道要说什么,才能让这气氛不再凝脂。 话如初,顺先放弃了,愣愣地放空了自己。 没有焦点的视线不知落在何处,其又没有如初的纠结。 他所受的教育里,从来就是利与不利,没有其他。 他的沉默,只是因为如初的沉默而沉默。 在眼中时他就知道,这个人啊,看着狠,实则再柔软不过。 不是逼不得已,绝不会伤害任何一人。 可每每要人命的命令,却也是从他口中说出。 这是他的不得已。 身后传来响动。 话如初,软剑瞬间在手,指向来人。 小姐,这小的极难。 重新将剑扣回腰间,话如初看向他。 情况如何,对方来了多少人? 来人估计有一千左右。 小姐,情况有意,对方有武林中人参与其中。 普通士兵不会有那伸手,能和老爷他们缠绑在一起。 话如初心中一灵。 他早该想到的,他们那么迫切地想抓到太子,怎么可能不请动那些人出手。 那些人多不多? 小的估算了一下,恐怕得有对方总数的十之一二。 一千人的十之一二,再加上那么多普通士兵。 脑中闪过数个念头。 话如初忍住心慌,转头看向其右。 怎么办? 握住他冰凉的手,其右声音依旧沉稳。 将人撤回来,我们从后面摸上去,让他们以为我们埋伏了许多人手,至少能让他们有一刻的慌乱。 心一乱,势气就会低落,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 可你的伤? 已经结加了,我也是。 话如初紧紧抓住他的手,漠黑的眼神落在齐男身上。 照顾也说得做,摸到他们后面去。 我们马上赶来,转告大家。 能一剑要了对方的命,就不要用两剑,这是命令。 是。 齐男知道时间紧急,也不再从后面去爬了,直接从前面山壁往下跳。 中途借了几次力,便落到了底下。 话如初看他安全着地,才收回视线。 将将雨叫过来,边叫齐右脱掉上衣。 快点,我要看看你的伤。 齐右知道他的性子,三两下将衣服扒下来背对着如初。 很大一条疤痕,粉色的心肉看着特别不惊事。 将雨,他能动手? 将雨过来,仔细看了一会儿,既不点头,也不摇头。 从白宝袋里,拿了盒药膏往上面抹,边倒。 若是能一直养着,自然更容易痊愈。 动手有再度撕裂的危险,可如今的情况,我再给齐姑爷绑上一层,以防万一。 齐姑爷,你要注意这些,留点力,记下了。 话如初,有心让他留在安全地方。 话还未说出口,便听到齐右道。 若初,我会注意,你在哪儿,我在哪儿。 这个男人,你怎么知道我会不让你去? 当然是我在哪儿,你就在哪儿。 别离我太远。 还有,要是让我发现你伤口裂了,你就必须收手。 你要是不想靠我保护,就留两分里。 好。 他硬撑得爽快。 话如初,却还是担心。 东飞,你那里还有没有更好的商药? 江宇那个就是最好的。 东飞正好将东西收拾好了,站起身来道。 小姐,你放心。 只要姑爷留两分力,一定没事的。 我会跟在你们身边。 不行,你那三脚猫功夫,打是人家对手。 找个地方藏好,和江宇待在一起。 小姐。 江宇拽住他,替他硬下。 我会带着东飞在安全地方。 要是不能将对方全部收拾了,这里哪里会有安全地方? 江宇,你离我爹他们近一些。 要是看谁受了伤,就去帮一把。 但是,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,不要被人盯上了。 不然,你们就会成为他们手心而解决的目标。 在下小的,定当注意。 看着前面打得正憨的重人。 话如初,从中找着了爹爹的身影。 甚是矫健,很好。 江宇,一定要保我爹爹无恙。 以防伤口撕裂,给抹了药后, 江宇又给厚厚地绑上了一层干净的软布。 其又伸展了下手臂。 很好,不妨碍他动手。 边将上衣穿好。 可以了,走吧。 话如初点头。 再一次,叮嘱战场上最重要的两人。 你们俩,谨记,安全第一。 是。 两人不敢再做耽搁,也不下去。 直接从上面密林往那边跑。 直到避开,前面打成一团的人。 看到被围住的云书等人,才从上面往下跳。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难。 比看着骑南跳还要轻松些。 从腰间摸了软剑在手。 灌入内里,抖的笔直。 话如初道。 你从后边加入,我从左边,撕个口子出来。 嗯。 话如初直见,就要上前。 手被人拉住,听到其又道。 若想我无事,你必须无事。 小心点。 心下意暖,话如初点头。 嗯,你也要小心。 两人相视一笑。 在这个混乱的战场上,显得格外温情。 可一转过身,便是两尊罗刹。 云书没想到,在确定后面没人后,居然还会出现一个尾巴。 原本是来收拾别人的,差点还被人包了饺子。 对方的缺口快要补上了。 云书高声道。 冲出去! 话如初,一剑叫人刺了个对穿。 看着这样的云书不由地勾起了唇角。 人总防不住万一,也管不到万全。 有个这样的帮手,他做什么事都要料得开手一些。 可惜他总归要嫁人。 和陈仙成亲后就是官家太太了。 再来帮他管家却不现实。 其他几人相比起来,到底还是要欠缺一些。 摇了摇头,这时候,他居然还能想到这些。 真是…… 闪开迎面劈来的刀。 话如初抬剑朝着他的脖子抹去。 再到发现,对方安然退开时,才发现碰上了硬茶字。 不用问他也知道,这毕竟是古狐国的武林中人了。 不过,这只是南朝武林的说法。 实际上,古狐国是没有所谓武林的。 虽然身份上和南朝的武林人是差不多, 他们的称谓却是游侠儿。 哼,来得正好,拿你寄件。 对方眼睛大照。 女人…… 太久没有着男装,居然给忘了变生了。 既然对方发现了,他也就懒得再攻。 用剑尖指着他的鼻子,一副无理的模样。 哼,女人也能收拾得了你。 看见! 对方显然没想到,他说动手就动手。 匆忙提刀相迎。 显显扛住了他一剑,人却后退了一步。 这下,心里刚生出来的那点轻视瞬间消失。 看到又一剑频频次来时,忙打起精神应对。 可是,话如初哪会和他缠倒? 要是对方真来了那么多游侠儿, 再加上那么多士兵,为了自保,他什么阴招都敢使。 看一剑落空,话如初见识一转,便去了他下面。 在他提刀抗挡时, 另一只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一模一样的软剑。 轻轻带过他脖子,男人捂着脖子,满脸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。 极少有人知道,画家妖女,膳食的武器是双剑。 就连伺候他多年的云书等人都不知道。 那柄软件上还有一个按扣。 按下去,剑变一分为二。 更薄,更利,这还是头一次。 画如初在外头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。 只因他知道,他每多杀一人,自己人便要少承受一分压力。 说不定便能让多一个人存活。 不是对方死就是自己亡。 这从来就不是一道选择题。 才三招,就让对方损失一个高手。 整个场面都静了静。 云书等人虽然也吃惊小姐建筑的秘密,可他们没有失神。 趁着这个机会,个个下了狠手。 围着他们的人,相继倒了下去。 包围圈破了。 其右此时,也提着带写的剑走到画如初身边。 画如初扫他一眼,看他身上无伤,也就放了心。 发什么愣,将人全部清理了。 前面,还有大把敌人在等着呢。 是。 实际上,他们前面的敌人已经发现了这里的异常。 有不少人回园了。 若只是一般士兵,画如初并不怕。 可明显,有几人是身手不弱的尤霞尔。 再加上士兵的围攻,他的人少,经不起耗损。 如果可以,他希望是出来多少人就带多少人回去。 脑中急转,画如初连声吩咐。 下言,你那一队人交给春雨,你随我赢敌。 请好凝翠也来。 云说,你带着所有人,尽量拦住其他人。 是。 侧头,看齐佑一眼。 五个有侠儿,我们一人一个。 齐佑点头,率先迎上最新赶到的那个。 画如初随后跟上,没有士兵在一边捣乱。 只是一对一的话,尤霞尔并不难对付。 五人里,除了情好挨了一剑伤在手臂,其他人都无碍。 环视四周,画如初心里着急。 这样不行,如果能像刚才那样一对一,对方的游戏二不难对付。 南朝的武林底蕴比之古湖国要深厚许多,优势很大。 可要是一直有士兵在一边捣乱,不能全心对敌下,这点优势根本发挥不开。 杀到前面去。 是。 这是头一次,有女人上战场杀敌。 就算是曾经常扮作男装在未走动的云书,都觉得心潮澎湃,杀得兴起。 保家卫国对平时的他们来说太遥远。 可现在,他们就在做着这样的事。 就算死在这里,他们也觉得值了。 没有任何时候,他们比现在更能挺着腰杆子。 手起刀落地结果了攻上来的人。 一众人围到小姐身边,眼里闪着光。 话如初,却看向齐佑。 他两辈子的阅历都没有在这里用得上的。 这时候,他也是心慌的,要担负起这么多人的性命,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。 但是,他隐藏得很好,无人看得出来。 其又果然没让他失望,扫了前面已经被踩平的路一眼,便道。 追行队,以我为头,后面的人数一字增加,能理解吗? 话如初自是理解,他教出来的人也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。 话如初在一边解说了几句后,就基本都明白过来了。 很快,追行阵便摆了出来。 其又很压抑于他们的效率。 虽是女子,且从未有过这样的训练,却因为信服如初,列队的速度一点不逊色男人。 外围的人注意,看到敌人伤,要是过了便不需在里头自有后面的人料理,可明白。 是,那好,如初你紧随我,走。 一个匆忙间拼凑起来的队伍,却因为他们本身的强大而发挥出超乎寻常的作用。 就连其又都没想到他们会做得这么好,几乎是催枯拉朽的直接冲到了最前面。 所过之处留下的尸体数以百计,话如初却不管这些。 眼神扫过,爹爹还好,受了点伤,动作却不禁迟缓。 可比爹爹年长的那两人,情况可不妙。 话如初顾不得其他,拉着其又上前,先将那两人替换下来。 华卿就是再不想女儿动手,这时候也说不出那样的话了。 他早看出成前和张伟情况不妙,可自己被缠住了,脱不开身去救援。 要不是女儿女婿来得及时,恐怕。 城前人胖,这时候已经是气喘如牛。 苦笑着,正话如初将敌人拉走。 一屁股坐到地上,再无力站起来。 差点,他就去见当年的兄弟了。 张伟的情况比他稍好些,在有士兵想上来捏软柿子捏实,被他一箭挑了。 云书忙领着其他人靠近,迅速将这一片的敌人都清了。 上一直没停过的众人,总算是能歇上一口气。 本章播讲完毕,欢迎继续收听。 打电话 打电话